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这位是卡欧斯黄绿云选手 紧接着是Hiles周伟廷选手 为什么把脸遮起来呢 小兵今天心情不好吗 让我们欢迎亚特拉斯陈友志选手 最后这位是布鲁托张军豪选手 好 马上看到机器熊这里 首先是教练龙琪教练 你好 我们第一位选手是雷神索尔廖冠敏选手 接下来是红尚郑祖宏选手 加油 紧接着是Suri吴家伟选手 这位是我们的新郎官 玉峰徐茂胜选手 最后是维尼苏子伟选手 好的 十位选手都已经就定位了 马上就要在核电厂这张地图开战了 这张地图是不是比较适合五步枪呢 老师 这张地图确实比较适合五步枪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只有中间 那个篮球场白色白色那个部分 它是一个室外的部分 那么在上路跟下路的部分 它都是属于一个室内的部分 而且它算是一个巷道站 那一颗烟就可以把你狙击手 给折壁你的一个视线了 所以这张地图 我觉得五步枪会比较适合 那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是A栅区 下面是B栅区 其实两队在整个赛季当中 都有出赛过在核电厂的部分 雷雷康神队在核电厂的一个记录 是一胜一败 他们在第三季的部分 第三季是以8比3 3比8 应该是3比8的部分 输给了友谊闪电狼队 那么到了第四季 那么他们也是对上 友谊闪电狼队是8比4 8比4获胜 那么另外雷雷雄队呢 在核电厂的部分一样 也是一胜一败 两边是平分秋胜 那么雷雷雷出赛 是集中在第三季有两次 一次是8比7 击败友谊闪电狼 一次是7比8 输给了友谊闪电狼 也就是说你没有听到 友谊闪电狼出赛过四次 在核电厂 是 这张地图他们是今天非常非常丰富 可是可惜今天不是他们 不过还蛮特别的是 今天这两队是在电竞七年 第一次在核电厂交售 对 没错 好 在这里我们看到 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 刚刚亚特拉斯很害羞 用手把脸遮起来 可能今天来不及上妆 没有发头发 应该是 应该是 对啦 但我觉得她的 刚才遇到她 感觉她还蛮兴奋 昨天那两比赛 因为昨天药与太阳神 已经去 赢了以后 已经确定 他们在例行赛的一个排名 是第一 对 那么也就是他们在季后的一个挑战赛 是在第一名的一个宝座 是 等待其他队伍来挑战 可是不要忘记我们SF的季后赛 是雷台赛 对 雷台赛 没错 可是对于药与太阳神来讲 他们本季的任务 就是绝对不能掉到第四名 是 那么如果她在第一名的一个部分 出发的话 最多只会掉到第二 掉不了第四 因为这攸关到他们年度 能不能进入到 台湾Open的门票 没错 所以他们已经确定 百分之百确定 可以进入到台湾Open了 那也同时提醒各位 台湾Open是8月8号到8月10号 在台北的花博珍宴館举办 请大家记得到时候 一起来参加喔 对 是的 那么当然在另外一边呢 另外一个资格还有一队嘛 那么现在比较有机会的 居雄队已经确定 比较可惜了 因为他们在积分上面 没有办法达到标准 是 所以在另外一个名额的部分 是华伊斯拜 以及友谊闪电脑队 其中一队 那么当然在这个条件的状况之下 一定要是 友谊闪电脑 拼到第一名 那么华伊斯拜 他有掉到第四名 希望才有机会 透过这个 积分的一个比较的部分 友谊闪电脑 才会有机会 能够进入到台湾Open 所以他们的一个任务就是 想尽办法 一定要百分之百 确定能够打到第一名 好的 你们看到比赛是已经开始了 首先由局局 从这边担任首方 太阳神担任攻方 第一个回合 来看一下开局了 这一个是从上面的一个道路 开了一个三个人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就是 白防的一个炸弹区 白防的一个炸弹区 这边的一个防守 我们可以看到是 拉到了蓝色5号蓝色 少两人做一个阵手 防守方便没有选择做一个前腰 那么进攻方 尝试要从中间的道路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跨越篮球场了 好 从中路直接要往对方家里面打吗 好 并没有我们可以看到拉回来 好 两军相遇了 PLUTO是把玉峰给带走了 对 是的 这一个防守方打第二波前压 但是PLUTO的枪已经架住了 对 好 这个人上面进攻方有优势 局局中现在剩下三个人在场上 要三打四 又被收走了一个 我觉得Suri刚刚一个动作有点太快了 她的队友并没有做个接引 她等于是打一个突击 可是 刚刚那个地方只有她一个人 就算她打了一个 可能还被收掉 加上人数上面她们还是属于一个劣势 好 我们看到定时炸弹是已经装置好了 剩下维尼都在场上来不及拆了 因为小兵刚刚抓到她了 第一回合是由太阳神这里取得了胜利 现在1比0的领先 马上来到了第二回合 对 刚才巨球在打了一个第二波 从上面摆访做一个第二波的前压 但是没有收到效果 特别是普通在远距离枪架住 而且她的枪法我觉得发挥也不错 好 我们看到普通再一次往前压 御封的位置很可惜 她算是一个要去做一个前线探点 就直接被两个吃一个 她的队友并没有做一个接引 这边一来对防守班来讲很难打 是因为 因为太阳神他吃掉玉峰这个点 他并没有往前 他反而是全速拉回来 而且现在看到太阳神的五个人 是聚集在一起 似乎要一起往前押进去了 一鼓作气 是 然后这边五个人500滴 对上400滴 这边上路上面的部分 橘熊队两位选手 是有往前做一波探索的 真的太阳神是五个人 搭火车一起闯进去了 利用人数上面的优势 打一个人海战术 对 往对方的家里面钻 这边等于是防守方 被切开了你知道吗 就从中间位置 被切开了 Suri这边漂亮的带走一个 一换一 但是这个人数换得不够 换到后面对方还有四个 只换了一个 这边从另外一边要做一个包夹吗 蓝色3号4号 不过 不过 换了一个小枪25 第一席直接被凯瑞斯打两个 是 最后我们看到不但是装置定时炸弹了 而且凯瑞斯一打二 成功地收拾残局 马上来到了第三回合 现在太阳神是2比0的领先 这两局 这个局喜欢说开局都先掉了 顺便你一个四个要防守住 对方五个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要去调整一下 如果你牺牲一点的话 后面一定要想办法去做一个 補枪的动作 我们看到橘子熊这一场的开局 就不太一样了 下路分派了三名人员往前押 前押的一个防守 这时候也察觉了 这个部分应该就是打上面 是 白防这里有危机了 对 而这边人海战术五个 五个要跟你拼枪 你能够打我几个 唯一留守的红尚很快就被解决掉了 其实红尚应该听情报直接选择 这个位置撤掉用救你 因为你一个对方对方五个 你怎么打 你刚刚橘子熊从后面包过来 这边是成功收掉对面两个选手 但自己损失铲重全员倒地了 这个真的是 打得有一点点 我觉得在橘子熊队 但上面白屋的一个乍区 红尚应该人防守 其实防守有好几种 一种是定点防守 另外一个就是两个人死守 另外一种你可以退守 但他可以选择第三种 退守 退了以后等待外围的一个包夹再进场 那你只要 退守的时候你只要带情报 三个 四个 四个进来以后 你就从外围包他嘛 但你一个人独流里面遇到五个 这个就算是我来打 也不见得打得你 老师你今天现在是走称虚路线了 对 真的是 就算是我来打 也不见得打得你 是的 没错 这个非常谦虚的 我平常就是这么谦虚 想说最近老师从这个清朝羌绳 又回归到民国羌绳 你的绅士看长啊 都忍不住喊了一句 清秋万世一统江湖了 你这样太抬局我了 便进蔡依林 快别再说 好 但是你回过头来看到 橘子熊这边又是人数上面的劣势了 这一个回头已经快速放包了 放包的同时还可以 橘子熊都会选择外围包夹 千万不要再有人先倒 一点 但是他好像从一个口要出喔 对 从一个口要出的话 我觉得 就会有点压力了 刺出来 两边都是集结 刺出来 但是因为 只有一个通道要看管 所以 哇 出来就完完全全 好像这个 下水饺 哇 这个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 选择的 对 他的回防路线选择 如果只有从一个宅口出来的话 对方怎么打 基本上 我就算不是射你啊 子弹也会噴到你 是 刚刚我们看到现场烟灭泥漫 那他居住上 是决定一虎过去撑进去 对 好 这个快攻来到了白方 好 红杖的点被压掉了 压掉一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几个回头的开局 都是一个劣势 对 好 这边又要做一个回防 被打掉 好 两个回五个 这个有点吃力 很困难 还要拆包 对 但是不要放弃 这个维尼维尼今天拿步枪 是 五步枪的一个阵型 看一下维尼的一个发挥 就算不能救抢 也要想办法多打几个人 真加自己的推力 其实刚才讲完 雅特拉斯就说 多打几个人吗 我来 对 换我来 我来 然后就把对方给打掉 没错 好的 我们看到连续五个回合 都是由太阳神取得胜利 现在比数是5比0 一生加油了 对 其实我赛前就预测 因为这场比赛 已经无关胜负了 腰卫太阳神就算输 也是第一 所以对腰卫太阳神来讲 我觉得最重要的课题 就是好好的打 稳稳的打就好 也不用说打了太多的一个战术 让这个你的对手可以看 因为他现在目前的部分 都是想办法搞住 对 这边卡奥斯打得还不错 蛮精彩一个打两个 好 但很可惜 几星交战之后又剩下 橘子熊一位 Suri在场上要对抗 三位攻方选手 承住啊 一打三啊 Suri 吴家伟加油 好 拿不来一对方放包 有没有机会先偷抓一个 眼前没有人 到底在哪边 右边有一个 前面右边我们就看到红色一号 亚特拉斯 亚特拉斯 对 这边一边已经发现了 所以大家不断地往这边开枪 好 可惜被Karis发现解决掉了 所以在这个回合呢 又是由太阳神取得了胜利 比速是来到了6比0 哇 真一个开局啊 开局一个6比0 球球都要想一下办法 然后这边红色 蓝色四号位置 蓝色四号位置 红上能不能守住 这边对方打一个快攻 是 好 还好 他应该是在进场的前客应该有被拖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防守方还有一点喘息的时间吧 阵容给调度 拉回来了 感觉其实假装我们要打白防 但实际上我们是要转点的 对 这边已经做一个转点了 没有办法察觉 有发现吗 被切开了 一样从中路这边各方家里面做一个突破 好 四个人对四个 狱雄队这边的一个防守 我们可以看到黄防的部分 往前压了 是 这样一来其实狱雄队有机会 真的吗 对 他已经确定这个地方没有人 他只要回头打就好 但要是他们这一波没有选择安装包 是选择做卡点 他们只是占领黄防而已 对 这边要放了 最后还是HILES装置炸弹 对 狱雄这个包围的点还可以 它是有兵分二入的一个方式做一个包夹 而且人数军事 人数军事放包 时间压力来到防守方 我们来看一下关键卡无忌 好 这个位置 一换一 还可以 至少人号换掉 对 从另外一边的一个突袭 人数优势 剩下HILES一个人要一打二 对方都满血 在抢跟后面 来来 时间 有人猜吗 有 糟糕 但是 这个时间来得及吗 我觉得应该是来得及 应该是来得及吧 炸弹被拆除了 炸弹被拆除了 对 大家都清掉了 千均一百 恭喜橘子熊 在最后一个回合是开湖了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就攻手交换咯 欢迎回到超级联赛 马上进行的是SF的下半场咯 紧接着我们就进行攻手交换了 橘子熊要担任攻方 太阳神担任守方 而我们看到KD值的部分 在上半场有人表现相当优异 对 邀一航神这边两位群 非常非常的厉害 卡瑞斯KD4.5 杀9个人死亡次数2次 那么卡奥斯的部分也是非常厉害 杀了10个人死亡次数3次 KD3.33 那另外Hilus2.5 亚特拉斯1.5 也都是非常出色 只有Pluto Pluto是0.6 那当然 但是他们在上半场大幅度领先 所以Pluto 所以不能说他打错了 亚特拉斯这时候冲出来 是 亚特拉斯跟Karis都各自解决 两位选手剩下御风一个 哇 这一个让我们有点意外 在开赛十几秒 这个回合就已经收效了 邀一趟神这边是 已经是听牌了 对 所以是气势整个打起来 特别是先看到亚特拉斯笑咪咪的 就觉得什么事 不是你让他那么高兴啊 原来是确定可以进入到台湾Open 是 所以上半场我们看到太阳神 就已经是来到6比1 哇 第八回合再次取得胜利 现在听牌了 难道今天橘子熊要被剃平头吗 剃平头 平头 平头 还好是平头 他有一分啊 对 他有一分不平头 光头就尴尬 光头啊 这个就会在记录上面记上一比 因为没有人会记得7比 但绝对有人会记得7比0 而且只要有7比0的时候就会好速去撈出来 一直夹一直夹一直夹 一直夹 胡乱的腹涩 好 这边钻了一个狗洞 这边应该是狭小通道 不能说钻狗洞 浮浮前进 对 摄影游戏只要这种小小通道都叫狗洞 是 真的很奇怪 好 这边 往白房这边去做一个进攻 但是 能撑住吗 可惜 温宜可以不倒地了 进场之后全速阵亡啊 所以下半场的第二个回合 再次由太阳神取得了胜利 今天最后的比数是 7比1啊 8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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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被剃平头了 老师都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对不对 好 让我们休息一下 2